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9日 今天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报道了 有关广西玉林北流市 幼儿园发生突发事件 恶行案件 这个消息引起了强烈的翻详 海外媒体纷纷报道 图文并茂 还有的现场的视频 因为现在老百姓是人手一击 每个人都手机 录下来很方便 录下来以后放到网络上 像有些场面看来就那么 不那么就是让人心里 就特别的这个难受 那么官方的反应和以前一样 就是平时的没有常态性的 常态化的保护这些学生 没有采取有利的措施 化解社会矛盾的 只有等到什么事件产生了 然后就开始什么呢 开始这个某一个领导人 一个批事 自上而下 然后拉大绑啊 就开始这个忽悠了宣传 你看今天是这个新华社 报道 公安部的消息 公安部高度重视 立即派出工作组 赴广西指导案件 征办和维护稳定工作 权力要求权力配合 有关部门做好 受伤失声救治和家属 服务工作 这汪洋补牢 为谁也晚了 是吧 人也受伤了 有的已经命也没了 是不是啊 心理的创伤又产生了 才开始逆母 就是这样 这种这个 为殊为上 一党执政 再加上一人独裁 这个体制 确实是 这个不可行 这个我在上一个视频当中 曾经讲到了 为什么发生这个事件 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呢 这个就应该是 习近平给自己 反省 你想习近平这次到这个 广西 大家看看网络这个消息 第一站他就来到了什么 就来到了这个 革命 革命的这个圣地 革命的这个纪念 纪念场所 也就是位于这个叫桂林市 泉州县的 红军长征的向江战役纪念园 第一站就到这来了 来干什么 来回1934年 一场 他称为是什么呢 气壮山河的战役 红军战士在淤血奋战 浮出牺牲 然后呢 马隔果实 香江水眼红 等等 你看 多么血腥这些场面 这些场面的确当年经历过 但是现在 这些东西 已经过失了 对不对 这个习近平就宣言 这个表明什么 表明他这爸爸 包括他爸爸在内的 这些革命家 这个用这个 暴力革命的方式 夺取了政权 那么为了维护这个政权 到了他一代 他非军莫属 就是打过自己 也用暴力这家手段 维护自己的统治 你想这个本身来讲 这个主题 对这个社会 就是一种很不好的 这个 这个引导 误导 所以没有办法 你想从他这个层面来讲 相信暴力 那老百姓呢 那也肯定也相信暴力了 对不对 暴力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呢 这个公安部啊 这一次这个下派这些领导干部啊 到基层去啊 也就到这个广西 啊 北流市 借这个机会 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认为 他这个效果并不是 能收到原先的预期效果 你看 他这报道当中怎么讲呢 平时应该怎么样做呢 你看 他以前就建立了所谓的啊 社会 密尔巡逻 巡逻防空和人员密集场所的重点部位 安全防范 以前就有啊 什么落实一三五分钟快速响应机制 提高这个监警率 管事率 及时发现处置 有利打击震慑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那做到了 要做到了能有这个事吗 是不是 这一看就是一个虚空的东西 就是人家瞎忽悠 你就想吧 你这个监警率 管事率是什么 是指着警察又有效率 对不对 警察圈圈为人命服 你看各地警察 主要任务的是做什么 都在抓思想犯 制造文字语 你看哪一个人 发到网上一个消息 那效率很高 警察马上就抓到了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这个大概就在广西吧 很可能啊 就是这个 有人在网络上发一些 这个简短的 这些言辞啊 这个调侃的言辞啊 批评这所谓的这些什么烈死啊 等等吧 对中越这个边境发生的事 有些人就就议论一番 这议论有什么 就错就错再改就完事了 结果大姓氏动众 开始抓人啊 这个好几个案件呢 对不对 甚至有的案件都牵涉到了 这个潘石屹 亿万富翁 富翁的孩子啊 这个也是 也被网上追讨 还有这个崇敬 我基本上叫什么名 这个年轻人也是发疑了 最后人在海外 结果也追讨 搞定动静很大呀 后来那个年轻人说 我要 你要再对我爸爸父母 进行骚扰的话 在这个镇守 我就到联合国去抗议 现在也没去联合国 证明警方 可能私下也是讲和了啊 这个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人也不敢回去 也就是说呢 警察这个给这个功夫 都放在什么 重中自重 放在文字语 他没有关注这些 世界老百姓 底层老百姓 切成利益的事啊 这才是关键的 对不对 知道思想 还是习近平那里 也就是什么呢 习近平这套 这套专制集权统治啊 实在是不利 这社会的稳定啊 这个情况 远远不如 就是那个胡温 那个时代啊 还提出一个观点 叫和谐社会 你管它真假 最起码主题思想是对的 对不对 你只有和谐 那么作为老百姓一看 平常有什么矛盾啊 大家互相之间 讲大爱无疆啊 讲那个内部协调 你想阶级斗争 肯定要斗了 说党内斗 党外斗 人和人斗 天地也斗 在国际上到处树敌 各个国家斗 总之吧 斗的是 就像毛泽东时代讲的 欲天斗 欲地斗 欲人斗 其乐无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能不发生这些恶人事件吗 对不对 所以就没什么奇怪了 一旦发生了 就开始什么了 开始采取运动势的 瞎忽悠的办法 造势 你看 这会儿这个公安部派人到了广西了 讲什么呢 居宜反三 以中小学幼儿园为重点 全面开展一次安全隐患 大排查 大整治 采取有利措施 加强中小学幼儿园 安保工作 社会面 巡逻 巡逻防控 坚决维护校园 实际安全 社会大局稳定 你看 就瞎忽悠了 又开始了 这都做给什么 做给 一个是做给习近平看 你看 习近平肯定批施了 我估计这个 广西玉林 北流 广西玉林 北流市这个事件 习近平一定会批施 不会 这个漏掉这个重要的表演 表现自己权利的机会 但批施有什么用 我们说 下半天马上开始行动 公安部 你看 到这个基层去了 你还讲了多好 要抓紧推行校园安防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 确保高质量 完成专职保安员的配置 封闭化的管理 以建设报警和视频监控 护学港设置 四个百分之百的任务目标 不断加强校园安排 校园安排管理 培训 要结合 这个百万警 近千万家活动 深入开展 矛盾 纠纷 排查 化解 加强对易照事 照获精神 障碍患者等人的管理 有效减少防止 这个少数人 就极端暴力犯罪 你想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平常化解矛盾 化解矛盾靠什么 靠在社会有很多组织啊 比如说有的自杀热线 是不是啊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组织 只要是官方不满意的 统统的就就给插封了 是吧 最近不不这个宣布很多非法组织啊 连这个什么薛雷锋基金会都插封了 其实薛雷锋基金会 我很可以啊 对吧 你搞成了基金会 然后就帮助那些 底型的弱势群体 如果你不搞形式主义的话 不是靠这个敛财 就真正给老百姓办事 我看也挺好 对不对 为什么你只有靠这个警方 警方你俩是从硬的办法 你软的办法 还是化解社会毛的 还是靠什么 靠大家社会各种群众团体啊 但中国在这方面恰恰不行 为什么呢 搞成团体 习近平就担心什么 你这分心力量 另立三头 不服服从党的越化领导 什么都是党管 党什么都管不好啊 管得一塌糊涂 整天就是抓人 越扎矛盾越深 你想吧 就像那个 我举个例子吧 你比如说文志玉吧 你抓一个人 人家能服 也不能服 对不对 小孩比如说 好 就算你抓了派十一的儿子 你给关到监狱去了 他就弄点事 最多你派三年 两年 是吧 他到李洛以后 你想 他能单独关押 不可能吧 一个监狱里 多少人呢 上千人 数千人打监狱 什么犯人都有啊 就即使你分到一个小范围 一个小小队 大队劳动改造 你还能整天光 劳动不得讲话吗 一交流 杀人犯 盗窃犯 诈骗犯 什么份都有 原本他在外面 是个很纯洁的小孩 就是下一轮吧 就是平常我们讲话 讲说嘴上讲话 没有这个没有把门对吧 对不对 太直了 就批评这个某一个 说所谓烈死 然后就强加罪名 小孩原本心里就不服 再到监狱里跟这个左邻右舍 这些女友们一学 完了 变成有什么呢 什么都懂了 什么犯罪行为都有了 对国家抱有仇恨的人 出来之后 你看了 就给你开杆了 而且你判完这个之后 他的家庭 三千六五 其他的八大一 都对共产党有一些 因为这个你不公平嘛 对不对 言论自由 你写法不写的吗 从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言论出版 集会什么什么自由 哪个自由有 什么自由没有 所以习近平搞这样的东西 就是什么制造 不断的制造矛盾和敌人 不断的激化社会矛盾 所以公安部讲这个 什么千警 百万警 近千万家 你就看看 矛盾这个纠纷排查化解 你看都是怎么样 抓捕那个商访的 我自己都太有体会了 2006年我从监狱释放 到2009年 三年 我就天天和大连的国宝打交道 他们搞那套东西 我太了解了 那哪是化解矛盾 能化解矛盾吗 对不对 矛盾化解 你首先 你这个判这个人要公平 什么人该判 该做 就发表那么两篇文章 讲了那两句话 就判醒了 你不更堵塞了人这个言论了吗 使人这个行动更失去理性 更愤怒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就激化社会矛盾 你看 这还有呢 就是说这个 对那些容易造势 造势的精神障碍患者等人员管理 怎么管理 是不是 你看都是怎么管理 那不有一个这个嘲讽习近平集权统治一个小女孩 对不对 就不就是在上海这个海洋大厦门前吗 批评习近平最后不是管到精神病院的 那不是精神病 那是人批评是对的 你给你枪架个精神病 真正的精神病发到什么 没有人管 没有人去关系 那肯定呢 有些矛盾就可以 就可能出现了 因为什么他之所以讲这个事 就证明这次这个北流这个事 这个人呢 很可能精神上有些问题啊 家庭矛盾没处理好 那家庭矛盾没处理好 那街道社区没有没有这个这个责任吗 对不对 他的单位没有这个责任吗 听说那个女性还是在这里 呃 幼稚园里工作 那工作这里面没有党支部 是吧 党支部干什么 党支部都是六须派嘛 没干正经事 对不对 你既然是个党支部 又是公会 共情团 你平常不要关心自己的这个兄弟子 是吧 你还真不如放开这个宗教 基督教让大肆发展 那基督教里面都有这种化解矛盾的 叫最好的途径啊 有了矛盾心情郁闷的时候 是吧 跟这个主部讲一讲 倾诉倾诉 然后这个交友们啊 交流交流协调协调 就好了 对不对 中共是堵塞了好多什么 可以化解社会矛盾的这个途径啊 整天就是这样 就是打闹 还斗 斗到今天的程度 每天都在出事 你看习近平刚到这个 这个广西区忽悠完了 一圈讲到什么 马哥故事 香水 鲜血染红 刚讲完 你看这不鲜血染红了 是不是 说跟习近平是有关系的 他不会承认 他认为自己永远都是正确 只要做错都是别人的责任 你们都下去赶快去处理 他也说 你公安部怎么搞的 公安部长 赵克志又倒霉了 是吧 一溜小跑就开始去到广西区 又搞去这套东西 要加强措施 对中小学幼儿园进行安保 但是已经晚了 你在安保 这些人 小孩已经受伤了 还能自动的 愈合伤口愈合了 心灵的伤口 一生一世都不能愈合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搞这套东西 阶级斗争哲学 只能使中华民族走向灾难 现在正在充分的写思 那今天的海外 前段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